这是一座明代一品大圆的墓 它的名字也很时尚 叫做大亨 肖大亨 说明大亨这个词在明代就已经产生了 肖大亨的故事非常的传奇 但是呢 这个人在明史中为什么会没有记载呢 他的墓呢 也是十分的奢华 是明代一品大圆中非常罕见的 而且是由万历皇帝亲自扳指赤剑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棺木也被做成了桌椅 这又是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为什么会被在明史中删除呢 如此奢华的大墓 包括这个金雕戏族的牌坊 这样的牌坊墓地总共有两个 每一个都是高十米宽四米 这上面雕刻的是初工图 第二个牌坊呢 则更为精美 那么问题就是 这样如此权重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在明史中被抹去 他究竟在这当朝为官的时候干了什么 他是三朝元老 并且呢历任兵部刑部上书 上世纪六十年代呢 据说这个大墓被盗过了 并且有人发现呢 里面竟然是玄关 而且呢 这是一个一贯种 并非他真正的墓 这就是最大的可疑之处 包括这里面的一些石刻呢 也被制成了农具 棺果呢 被制成了桌椅板凳 小大墓的墓地十分奢华 但是他的故事更为传奇 十五岁上父 十八岁与刘氏成婚 三十一岁才考上进士 童年当上了于次县县令 可以说是草根逆袭 看看正不正看啊 明代尚书总兵的墓 这个牌坊好厉害啊 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啊 这个石牌坊呢 前面总共有四个石石石 分别是一公一亩 然后是一亩一公 绣球的是公式在 下面是刻的是麒麟 好真看啊 这是四段曝谷石 四个曝谷石应该这么说 每个在侧面都刻了麒麟云纹 非常的精美啊 而且我们看 狮子的形态还不易 这两个应该是一对 因为它们是转头相望 然而这个狮狮子呢 和这个狮狮子呢 朝向去不一样 很奇怪啊 看上面 总共叼的四条盘龙 哇 中间是写的什么了 亲赠太傅兵刑 两部尚书 销功家成 哇 好厉害的牌本啊 里面现在已经是杂草重生了 但是 有很多非常亮眼的东西 它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时刻十分的精美啊 这两根叫做望珠 这是真正的望珠啊 上面蹲着的兽叫望 望珠上面全部是雕的祥云啊 中间这个台子不知道干什么的 按说呢 这里应该是放的是祭桌吧 有一共有 一二三四五 有五六个这样的十条台 然后前面呢 是高大威猛的文士武士 还有一对狮子 一对羊 一对石码 后面还有个后排房啊 这些武士时刻已经在这里守护了400年 1612年 当了13年兵部尚书的肖大亨 死于泰安家中 享年81岁 身为三朝元老的肖大亨 可谓说是荣吉一始 当时的明末正直兵乱 肖大亨呢 屡次高老 在1616年死后呢 被追赠为太父 而守护他的这些时刻呢 如今成了明代的非常珍贵的时刻 野山空水拜木堂 翁中无言对西洋 这一对文文中呢 仿佛记录着肖大亨一生的战功 肖大亨的一生呢 对平定西北边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就是一本他写的书 叫做《遗俗记》 导致了肖大亨后来的被遗出明史 前面应该是一块 明代的神道碑 这块碑上记录了肖大亨一生的功劲 虽然他努力抵抗后清 但是呢 明代的史是由清朝人写的 所以呢 有关肖大亨的记载呢 全部被删除了 因为清的前身呢 就是后经 1647年呢 他的嫡孙肖起呢 被满门抄斩 再加上他的著作 涉及反清言论 所以呢 肖大亨成为了清朝 最不愿提起的人 成为了一个敏感的人物 这个明代的神道碑 目前上面的字迹 已经看不太清楚了 秀迹斑斑 这个墓非常的大 我们现在到后面去看一下 后面有什么东西 神道后面的一条土路 他的墓种呢 我们已经说过 在1967年被盗 这个应该是龟腹驼背啊 但是这个头部呢 已经不在了 上面还有个水槽 躺在这里了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这个龟还是比较巨大的 嗯 龟背上这个槽 应该是驼背的槽 但是现在没有了 只剩水了 这块呢 应该就是肖大的 应该是坟种了吧 有人还能走上去 为什么说是坟种呢 因为那边还有监控 有监控之处呢 必有文物 所以呢 这就是肖大的坟种 据说呢 现在是一个小土球 嗯 嗯 这还有一条小路啊 可见人们经常的踩踏 咱们就不上去了 上去因为也没有多大意义 有关肖大河呢 咱们就介绍到这里吧 咱们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是的 我们 我的